日本政府将首次制定有关中央省厅和自卫队使用的信息通信设备采购指导方针。 10日,日本全部省厅的采购负责人和系统负责人将开会,确定新指导方针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说,日本已将华为和中兴产品排除出采购清单。 据报道,指导方针在10日确定后,将立即对外公布,并在来年正式实施。 日本经济新闻,9日报道趁,新指导方针将对政府和军队等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部门使用的情报通信设备做出明确规定。 具体是指,上述部门在购买电脑、网络服务器和手机等设备时, 必须按照政府规定进行采购,并采述明确的判断标准。 对日本政府的中央省厅等需要配备的主要系统,将有严格的采购标准和认证制度, 只允许没有泄露情报危险的企业参加竞标。 先知道方针将摒弃过去,只考虑成本的采购方式, 而考虑如何降低安全保障方面的风险, 以抑制通信设备泄露经历信息或系统停止并陷入功能紊乱等风险。 这项工作将由内阁、网络安全中心为中心开展, 以日本政府今年计约会总的网络对策方针为基础。 在日媒看来,这个新指导方针,针对的主要就是中国企业的产品。 日本经济新闻说,中国的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公司,都在西方国家引起担忧。 日本美智新闻称,关于华为,不仅存在因由泄露机密情报担忧, 而被提出局的问题,而且为上五颗通信网络建设, 各国都把华为当成有力的竞争对手。 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称,因为顾及与中关系, 日本政府不会在新指导方针终点中国公司的名字。 但这个消息已经引起担忧。 日本经济新闻称,物美价廉的中国通信设备, 对日本公司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现在软银已经购买了大量中国产品, 该公司员工担心,如果政府加以建制的话, 将导致日本五颗网络的建设被延迟。 如果日本年初先排除中国制造动向的话, 今后日本的五颗建设计划将陷入混乱。 该报说,华为目前还大量使用日本企业制造的零件等, 去年在日本购买零件价值高达4900亿日元, 约合299亿元人民币。 华为告诉部分,日本供货商,到2020年, 其采购量将比目前增加一倍。 所以,如果多国对华为继续施压, 日本企业也会受影响。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孙秀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 讨论所- 讨论高达견本频道- 紙应�木桂 stopping路线都是最大的 pick ya的。